10月28日 張展和母親視頻回見 張展母親在微信上描述 今天視頻了 情況更差 要人附著走路 說話時頭都沒力抬起 再不保愛就醫 很危險 張展的哥哥張舉 10月30日在推特上表示 我媽媽前天看完她回來 哭了很久 面容膚高 滿眼悲傷 因為張展看起來已經病入高坊 身形完全走樣 她心裡似乎只有上帝和她認定的功利 其他什麼都不管 張展身高1米77 目前體重不夠40公斤 她這麼挖強 我覺得她可能捱不到多久 在即將到來的冷凍 如果她沒有堅持過去 我希望世界能記住她原來的樣子 張舉的推文 連日來受到外界許多同情和關注 原大陸公益人士林生亮 11月1日告訴記者 她是為了社會的公義而坐牢 在張展身上 我們可以看到無數因為言論自由而獲罪的公民身形 林生亮認為 武漢疫情爆發至初 由於有公民記者的披露 當局承認了部分疫情擴散的事實 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呼籲 立即被張展保愛就醫 國際社會都來關注張展 目前在請願網站 Change.com上進行的報道武漢肺炎疫情無罪 釋放公民記者張展的聯署 已有近3,000人簽名 吳兆平說 除了張展 公民記者方不目前陰訊全無 生死不明 令人感到十分擔憂 在中共這樣劣跡斑斑的人權問題上 我們真是很難以想像 國際奧林匹亞運動會要在這樣的國家舉辦 我們呼籲更多的國家 國際組織站在保護人權的立場 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拒絕參加 拒絕變相支持中共極權政體 林生亮表明 他在微信上發佈張展的訊息 只在一秒鐘就被屏蔽